花蓮那裡有一個九十八歲生理的老産師 是因為遺漸去住園 要求譚 所以現在發現說 像這個講 卡在那裡已經兩天 不過這個醫護人員都沒有發現 一直到兩天之後 這家裡的人才發現 趕緊去送便宜 這個老産師現在 老産師 沒辦法說話 教授是批評說 這個便宜怎麼這麼含 要求便宜這邊要回事 聽說卡在那裡 你老産師才剛出園 回去學了科進瀏的土地的名秤 教授配平花蓮門落被疑 老産師像談過卡卡卡卡卡卡牙二人 那一天要投給他 要遺給人完 完全都沒有發現 事情發生在兩禮前 你老産師因為遺漸斷的 所以要抽瀏 可能是過程太過痛苦 這種談論過等 但是以後人員沒有發言 雖然後來被家修發言拿出來 但是你老實說都沒有說話了 家修又批評門路便宜處理事情太多 一直出院再來回事 但是印象表示 經過傷勢檢查 你老實說都沒有受傷 對便宜家修也已經回事了 便宜處理 事實上我們也大概我們研判 大概一天後我們發現拿出來 那也做了對李先生的喉嚨 做了非常詳細的檢查 那應該是沒有什麼樣 其他的一個問題或後遺症 門路便宜表示這個火力令完 可能是因為人間中才有這種所謂 未來的家鄉教育的訓練 這裡不會有還有類似的事件 更再發聲 緊張綜合報道